台南市新增加一個本土提高的案例 明明是今年全台灣第一的 市府委託拼勁進入社區区大 13號是全民客棟大規模噴油小豆 同時采用環節的出品 市長委託後認證說社區實際消毒狀況 讓民眾要加強境界做好順土清入 拼勁提高的流行 市府環保局跟衛生局以及相關單位 共同地社區跟民眾加強小豆 這是因為台南出現了今年 第一例的本土提高的疫情 為了表面社區感染 市府全民客棟小豆工作 才有環節有經過的地方 都需要進行行銷 宿來跟宿外噴油 是在有確定的當事人 周遭100公尺範圍內 室內室外完全都噴藥 那還好所有的住民大家都很配合 也很感謝中央和地方 以及我們每一個好鄰居們 大家的協助 希望我們能夠很順利的 度過這個登革樂的疫情 因為現在我們台南是 產生了我們首例本土的登革樂案例 那在這邊也是我們不希望再有 像前幾年這種大規模的感染 所以說在這邊呼籲我們 每一個家庭都要把我們的积水容器 做一個清道 然後大家一起來防疫 讓這個登革樂的案例 希望是第一例也是最後一例 市長的委託在行後 正說實際消毒工作 讓市民要得到注意身體狀況 當然要做好尋到清刷 共同中天高的疫情來控制 為了截斷這個感染鏈 所以我們特別加緊在這個時候動員清消 一方面清除這個自生源 一方面在室內室外 這個減少這個積水容器 可是你可以看到我們這樣 因為這幾天有一間南部 這個常常會有短延時強降雨 這個封面不走 然後可是我們又很需要水 那可是不需要那種積水容器 所以要趕快 一方面把我積水容器清除掉 一方面把一些積水清除掉 那這樣子或許可以截斷一些登革樂的病媒傳播 那很重要的就是這個案例 所以我們必須到等到7月5號 7月5號下個月5號 沒有新的病例發生 那才能夠正式宣告解除警報 除了做好自行完的清除 認得地區的民眾 如果有天高烈相關的競爭 也可以全公三個菜檢查 進行檢查 其父也要持續做情消的工作 共同對抗天高烈 記者國保育認得地區才能不得 接著